好看一下啊 那么在这边呢 首先呢我们还是再给大家去画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啊 它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图啊 架构一个图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外博开发的里面 里面的外博开发的时候啊 它呢就分为这个项目的一个前端 还有呢它的一个后端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在这边给大家画一下啊 这边呢代表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前端这一部分啊 前端 那么下面呢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后端啊 跟我们关系比较大的啊 这个项目的后端 在这里 好 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这个后端啊 好 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前端的话 我们刚刚给大家分析的时候 我们说前端的这些页面里面呢 有跟这个用户相关的啊 我们叫它 这里面呢就是通通的啊 是这个用户相关的 这么几个页面啊 有在这里面 好 这里面是用户相关的啊 那么用户相关的话 我们刚给大家看的啊 包括这个用户的注册登录 还有用户中心的 哎 这样几个页面 那么跟它同样的这边呢 前端页面里面呢 那还包括这个商品相关的 哎 这样几个页面啊 商品相关的页面 那么主要呢 是包括我们这个商品的首页 详情页还有呢 列表页 然后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 购物车啊 购物车页面 哎 就是在这里面呢 还有这购物车相关的啊 包括这个购物车的页面啊 这是前端这一部分 然后再往下呢 最后呢 还有一个 订单啊 订单 订单里面啊 这里面呢 就是跟我们的 订单相关的啊 订单相关的 那么订单相关啊 那么 除此之外呢 你注意啊 他还有一个其他的啊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就是他的一个 后台管理啊 后台管理的页面 我往我这个 里面去添加商品 管理我这个网站上面 要显示的内容 我就需要呢 管理员呢 通过这个后台管理的 页面啊 进行管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注意啊 在实际的啊 这个 公司里面去开发 这个 项目的时候啊 我们 将过说 将过本身的 给你提供了一个 后台管理 模块对吧 你可以使用它 帮助你 顺身的管理页面啊 但是如果是 像做这种 电商 大型的项目的时候啊 不会去使用这个 将过的 自带的这个 后台管理啊 它会有前端 去做专门 做出专门的 一套后台管理的 页面啊 专门的去做一套 后台管理页面 然后呢 你针对这个页面呢 进行后台管理的 一个 开发啊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就属于这个 运营的一个 后台啊 后台管理 建议部分啊 后台 管理这一部分啊 那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啊 我们没有试迹到 后台这一块啊 后台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还是使用 这个将过的 默认的啊 但是你要知道 在你实际去做 这种大型项目的时候 它有一个专门的 后台管理页面啊 针对这个页面 做开发啊 不使用这个将过的 默认的后台管理 那么将过的管理 默认后台管理 啥时候用呢 比如说你做一个项目啊 你这个项目呢 你想要快速的 先把它做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使用 那个将过的 后台管理 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呢 这个将过的 后台管理 还比较适合的场景呢 就是你做那种 内容发布类的网站啊 比如说你做一个博客 你或者是做一个 新闻类型的网站啊 你可以使用它的 内置的这个 后台管理页面啊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那么 这里面呢 是我们前端这个页面 那么前端页面这边呢 它呢就有它对应的 这个后台的模块啊 那你看我们这个 用户相关的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去做的时候呢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 用户的模块啊 就一个用户的模块 那么 用户模块 用户模块啊 那么再往这边呢 商品相关的 它就对应着一个 商品的模块啊 商品的模块 OK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这个商品模块 好 购物车相关 那么 对应着有一个 后台的 购物车 模块啊 购物车 这样一个模块 然后再往下啊 这个 订单相关 那么 对应着一个 订单的 模块 订单相关 订单模块啊 那么你的 后台管理页面呢 它就对应着一个 后台管理的一个模块 假如说你要做 实际的去开发的话 这个 后台管理呢 它就有一个对应的 后台管理 模块啊 OK 那么 这是它啊 这是它 我们给大家说的 前端呢 就对应着这个后台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啊 项目在做架构的时候呢 我们说 我们需要呢 去选择这个 使用的数据库啊 比如我要使用数据库 我要使用哪一个啊 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个 MySQL啊 比如你可以分析 我要使用这个MySQL 还是这个Oracle啊 或者是其他的 那么实际呢 在我们开发里面 外部开发里面呢 它的使用最多的一个数据库呢 就是这个MySQL啊 MySQL OK 那么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 开发的时候啊 如果用户量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会把一些常用的数据 或者是页面啊 直接呢 给它扔到一个缓存里面啊 扔到一个缓存里面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假如说我们 以我们的这个网站的首页为例啊 我访问这个网站首页的时候 那么首页上面的商品信息 从哪来的 从哪来的 是不是从数据库里面拿来的 对吧 你要先从数据库里面 把它查出来 但是你这个展示的商品的信息 是不是一般 很长时间才动 对吧 对吧 不会说几分钟就变了一次啊 它是很长时间才动的 那假如说你网站 用户量非常大的话 我来这个一百人 一万人啊 访问你的网站 你是这一万人都对应的去查数据库 查一万次吗 你那个页面是不是跟你就没有变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呢就会给它 把这个页面呢 把它缓存起来 把它放到一个缓存的服务器里面啊 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还会需要这个缓存的服务器啊 这叫做缓存啊 就是直接把这个页面生成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扔到这个缓存里面 那么你来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去缓存里面呢 给你取出来啊 缓存 服务器 好 同样的啊 那么你向用户登录之后呢 我们要存这个用户的 session信息 对吧 那么这个信息呢 如果用户量也是非常大的话 你要不停的 你要存在数据库里面 你也要不停的操作数据库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呢 还需要呢 有这么一个 session的服务器啊 session的服务器 存储这个用户的session啊 提高它的一个效率啊 session服务器 那么你像这边呢 我们在这里面的缓存呢 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了 Redis这个数据库 它的内存型的数据库 它的一个最常用的场景呢 就是作为一个缓存来用啊 所以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会使用这个 Redis数据库 它呢 作为我们的项目的缓存服务器 还有这个session的服务器啊 发生服务器 这是我们的Redis啊 然后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考虑呢 就是我这个项目里面 在执行一些任务的时候啊 我需要呢 有一个 一步的 任务处理啊 那么 一步 任务处理 那么这个我们先给大家提一下 什么叫做一步的任务处理啊 就是我们呢 去注册完一个 就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啊 我们去注册完一个用户之后 我们要给用户的注册邮箱 发一封邮件 那么这个发邮件的啊 这个过程 它是比较耗时的啊 假如说你这个 普通的发邮件的话 你这邮件发了30秒 那用户的这个页面呢 就会卡30秒啊 卡30秒 就造成很不好的用户体验 那么这一部分 比较耗时的操作的话 我们就需要呢 有一个 一步的任务处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呢 是这个 Cellery啊 使用Cellery呢 去一步的去处理 这些耗时的任务 就是你注册完之后 交给这个东西 帮你发邮件 你的页面该返回就返回啊 不影响这个用户的体验啊 这是这个一步任务啊 一步任务的处理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叫Cellery 然后啊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涉及到我们这个 里面的这个 商品的这些 图片啊 商品这些图片 那么给大家说啊 对于一个大型的 电商网站的话 它里面肯定商品非常多 就涉及到很多 商品的一个图片啊 那么我们前几天 给大家讲到 相购本身这个上传图片呢 你如果这个 图片啊 量非常大的话 它的效率是很低的啊 它的效率很低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啊 我们就不再使用这个 将过默认的图片 上传的一个处理啊 我们要使用一个啊 叫做图片 使用一个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啊 好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帮助我们呢 去存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系统呢 叫做FastDFS啊 FastDFS 那么这部分的话 我们也先给大家提一下 这个FastDFS 这个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呢 它呢是淘宝的一个架构式啊 叫做余器啊 叫余器啊 就是淘宝里面存储图片啊 用的一套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后来呢 开源了啊 就是FastDFS 那么这个呢 它开源之后就很多电商网上呢 它存这个文件啊 存图片的时候 都是使用这个系统啊 存这个系统 我们在我们项目里面呢 我们会直接啊 到时候直接去修改这个 将构本身上传图片的这个行为 那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上传图片的时候 我说将构上传图片上传到哪里 是不是你设置的那个media root的下面 对吧 那是它默认那个行为啊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们直接的会 修改它的这个行为啊 就你点击上传的时候 不是上传到那个目录下方 而是直接就上传到这个分布式文件 存储系统里面啊 存储系统里面 OK 那么这是这一部分啊 这是这一部分 好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项目里面啊 它的一个架构啊 它的一个架构 我们用到的一些技术点啊 好 那么 你像这个 这几个啊 什么缓存啊 一部任用处理 DD 分部份文件存储系统 我们先给大家提一下这个名词啊 等我们讲到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细说啊 OK啊 那么这是这个啊 前端 后端 然后呢 我们使用到的一些服务器 或者是系统啊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型的服务器 感谢观看